山音队 的人士 因此 我们要运动了 南京的京队 在家里面 健身健身 要不是半夜都起来 半天 但是各天起来 要珍弹人的精神 平时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每天给患者做完治疗以后 都会带患者来打一遍八段颈 可能打过八段颈的人都知道 当时打完以后 你就会觉得身上特别舒服 打完以后 美丽的新疆姑娘 你在哪里 你这样 你这样 在四趟里悄悄坐进我身边 我慌慌照亮给我我 你一把一切银亮又闪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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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们想通过各种活动 让病人结合得很快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医务员给他的爱心 我们方商院是为了隔离病毒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隔离爱 我就是要战胜疾病 战胜疫情 我不单是白衣天使 我还是白衣战士 我一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的医务人员都在战斗 我觉得重要的是心理上的 我会给大家心理上的安慰 有我们在 大家就放心 有任何任何的事情 不会是生理上的 生活上的 都来找我们 我们必须帮你去捡钱 这是我做的 来来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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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早点回家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